7月12日,华晨宇与天宇八年合约到期,在合约到期后会如何抉择? 2013年7月13日,天宇与还在参加快乐男生比赛的华晨宇签订了八年的长约 在这个转折点,华晨宇的歌迷们表示,华晨宇无论序不序约都会尊重华晨宇的决定 华晨宇在合约期间为天宇创收颇风,仅新世界单张专辑就为天宇带来两亿的销售额 在2018年,华晨宇的前经纪人不顾华晨宇的身体情况为他安排了密度非常之大的行程 并且公司在华晨宇身体出现健康问题时依旧被歌迷的合理诉求置之不顾 如今,终于迎来了新世界,难怪粉丝们会纷纷祝福 华晨宇用实力在娱乐圈站稳脚跟并且开辟了自己的事业版图之后 在合约到期时已经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如果华晨宇选择和天宇传媒续约 那新的合约也必然与2013年签订的合约不同 如果华晨宇选择离开天宇传媒 那他也同样有着广阔的天地和无限的可能 不知道未来如何,尊重华晨宇的选择 也期待华晨宇越来越好